好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我们的社会怎么了呢 那么竟然会有人 当街来痛打一个肢体障碍者 那么看他是手无伏击之力 结果还不断的对他叫嚣毒打 甚至还用香烟去烫人 叶红我们其实看到这样的行为 确实是令人发指 当然刚刚光晴跟辉文 对于如果我们身为一个旁观者 在那个现场的时候 要如何来处理 可能有不同的意见 那您会怎么做呢 我如果在场 我当场我会是支持他 因为这种会去打一个残杖 你用言语制止 你跟他吵跟他见 旁边那么多人 我就是一个人就打不过他 万一他很壮的话 我也不会怕他 因为太多人在现场了嘛 那既然这种情况下 就是怕没有人出头 只要有人出头的话 譬如说有个办会 有人一出头 其他人都会跟上来 就是这个出头人找不到 但一般人通常都不太愿意 因为就会我们讲 因为你也要考虑他 他身上有没有带什么武器 但是台湾这种 看那个样子会去 兄弟才会带武器嘛 一般正常人不会带武器 就怕是碰到兄弟啊 有人会这样想啊 兄弟不会去打残杖的 正常的兄弟的 怎么会打个残杖呢 你看两个很快 在那边打 这有可能是兄弟 跟兄弟在那边打 但是兄弟在打的话 人家目前的兄弟也不会说 都是会 像马妹那个都 上去就是给你一枪了 正常在打架的都是正常人吵架 车祸那个都不是兄弟 那像兄弟 像刘泛荣以前那大枪手 他跟他插撞 也先跟他道歉 道完歉他再开走啊 他就是有一次跟他道歉 人家道歉完以后 人家一直跟着他的车 还拦他的车 非要刘泛荣怎么样 刘泛荣我都给你道歉过 你还怎么样呢 刘泛荣逼不得已 就把枪掏出来 往他耳朵一塞 那你要怎么样 后来他就跑掉了 那个人就跑掉了 就是变成这样啊 那我是建议 警察 警察难道有问过那个残障 你说你要不要告吗 我觉得你即使有问过 他说不告你也不要 你也装不知道 你也装不知道 因为告不告是另外一回事 你先把那个人抓来办嘛 因为我还不知道他告不告 万里你证据没有了 我先把你找来 我先办你办到最后 那个人说不告了 再撤回就好了 对这个人就是要用他这个方式 那个记者去采访 就跟记者讲好 我警察传他来 记者去把他曝光嘛 那朋友都看不起他嘛 太太又是名 又是以前那个模特儿 自己本身有开业店 就不让他曝光啊 他的朋友要给他压力啊 他的朋友都没有正义的人 给他压力说你去打那个残障 去给他道歉 你赔 要给他这种 不要让他这种 不管你有没有喝酒 过年去打一个残障的 这个真的熟了 很丢脸的事情 是 姚老师 所以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 其实也可以谈一下你的观点 这个倒没有什么可以连接到社会问题的 这是个人问题 这位跟三国人物同名的这位先生 他最好就像易鸿所说的 他就像易鸿所说的 早点出来自己来处理 跟那个宗指南一样的 这个他是躲不掉的 他不是一个可以隐藏起来的人 当然我也觉得那位深藏骑士应该 应该告发 对他自己所受到伤害 我知道他隐忍过去以后 就息事宁人 可是究竟 尤其听刚刚前面所说的 他根本就不但是欺善怕恶 他所欺的善良人是老弱妇孺 妇孺也好 女人残障人士 这个社会非常不齿的一种人 那应该给他一点社会的压力 跟一些法律的教导 所以我想这一点 我想这个案子应该这一两天 这个是跑不掉的 我想这位先生应该自知 他做了些什么事情 应该早点面对 那他该付的法律 他也可以去跟那个财商人士 好生的道道歉 和解 跑跑赔赔偿 那就和解 所以这一点都是可以做的 他躲不掉的 因为这个就是 还好我们现在社会 还蛮多 大概也是因为科技发达 对 社会正义人士 所以这个社会 因为这样监督 就像现在大家看到救护车 稍微会尊重些 我觉得这个社会 这样子改善也是蛮好的 我呼吁 他的合伙人 那位艺人 他就是社会舆论压力 最可以直接给这个三国人物的 这位先生的压力的 是 出来讲啊 你看得过去吗 尤其有些人 你不要看这些兄弟 有些兄弟也有证义感 知道你在哪里开店 哪一天你店被砸 都比较奇怪 真的 好 董豪 白就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认识的一些兄弟 不会干这种事情的 做人要有个品格 要有个基本的格调 那你现在发生这个事情 你不要想躲 躲不掉的 很快的你就会曝光了 你再不做 你事情只会扩大而已 而且这种事情不能鼓喜 为什么 你如果鼓喜他 他会一犯再犯 他会再来第二次的 今天可能是一个身障者 下一次可能是一个妇女 对 所以这种事情 一定要被追究到底 所以要记得 钟指消的这个潜力啊 你看他拖了那么久 出来道歉 大家还是不满意啊 不如刚刚我们看到画面当中 这个打人的白衣男子还是快点出来 好休息回经网告马上回来 稍后要插播一个最新消息